就是它的很多工程計畫還有採購的弊端 那麼 我說過度浪費的投資最主要反映在哪裡呢 就是反映在它的備用容量率偏高 這個問題 因為台電過去一直規劃 維持相對偏高的備用容量率 怎麼說呢 因為你要蓋一個電廠要好幾年 像它現在蓋核市場已經二、三十年了 所以對於你如果要維持電力的穩定供應的話 那你還要考慮到說未來經濟發展的情況怎麼樣 所以通常台電它每年都會去做大概一個 所謂這一個長期的電源開發規劃 長期電源開發規劃 那長期電源開發規劃大概都是做十年 十年的這一個長期電源開發的規劃 那那個規劃是怎麼樣呢 它一定會先去估計未來的電力需求 那它根據未來的電力需求 然後它才能夠進一步去規劃說 它未來到底要增建多少的電廠 那它去規劃它的這個未來的電力需求的時候 基本上它是以最主要 最主要它是以未來的這一個經濟成長率為基礎 譬如說它規劃說未來這一個十年 二十年這個經濟成長率每年平均 譬如說這個4%或者5%等等 然後它再根據過去經驗說 我如果這一個經濟成長率成長1%的話 那麼對這個電力的需求會增加多少 那過去他們說大概這個會增加0.75% 其實更早的時候更早期其實都是1%對1% 那個我們講比較專業的這個視野叫做電力需求彈性是1% 也就是說經濟成長率如果成長1% 那麼電力需求的增加就1% 那後來他們後來估計說這個是0.75% 那它通常呢 它就先高估這一個經濟成長率 那高估了這一個經濟成長率以後啊 那當然 根據當然就是高估未來的電力需求嘛 好 那然後呢 它在用一個所謂我剛剛講到的所謂偏高的備用容量率 那多少是偏高呢 因為它過去是這樣 它過去大概是講說 我為了要穩定供電 那麼我的這個備用容量率至少要維持20% 以前早期 甚至更早的時候那個時候要蓋核市場 我們在緩核的時候 它講說這個合理的備用容量率必須要20%到25% OK 是這樣 那後來到了這個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那個時候有經過那個核市再評估會議 那沒有辦法 那個時候呢 後來他們才改口說 合理的備用容量率要15%到20% 是這樣子 好 那然後到這個在2000應該2006年 2006年那個社長庭那個時候 這一個 行政院長 他當行政院長的時候 那麼接受台電的這個說明 台電說 如果這個準備一個百分點的這個備用容量率 大概付出的這個代價是100億 那社長庭原來說你們為什麼要那麼高的這個備用容量率 他說是這樣子 然後後來呢 社長庭就指述說好 那你這一個備用容量率 就是說你在規劃這一個電源開發的時候 那麼那個備用容量的容量率的這個目標呢 應該把它定在16% 這個就是說 如果跟它原來定在20%以上來比的話 那你如果說一個百分點需要100億嘛 那有20%或者21% 你把它降到這個16%的話 那至少你就可以什麼500億了嘛 是這樣來的 不過這個其實都是都還偏高 那我這裡要給各位看的是 什麼叫做備用容量率 我們就根據台電的這個定義 那所謂備用容量率是這樣 譬如說這裡 我們這裡這個就是一年 這個是去年 整個2011年 台電它的整個負載的變動情形 其實就是你用電量是這樣 譬如說在1月2月3月4月是這樣子 那各位看這一個圖 這裡這是最高峰 用電量最高的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用電量最高在這裡 大概應該是在8月 所以我們講說它6月到9月都是 先鋒下去用電嘛 其實這個就是用電的這個高峰期 台灣來講 以台灣來講用電的高峰期 就是在6月到9月 這個因為這個是最熱的時候 那麼大家這一個沒有辦法冷氣就頻頻開 所以這個是用電最高 但是所謂這個備用容量率 它是這樣子 它是指整個系統的這一個裝置容量 它的這個蓋的那一些電廠 那麼可以發電的那個能力 OK 那麼那個扣掉了它電廠自己用的電以後 那個他們稱為是最大出力 就是說因為你電廠自己本身還要用電嘛 那那麼你可以發電的這個能力 扣掉自己用的 表示你可以這個發電以後送出去的 輸出的這個電嘛 比這個系統啊 尖峰小時 比系統小時尖峰負載 就在這裡 比這個高出來的 可以發的這個電量 這個叫做備用容量 好 那我們看 這個是 它的這個定義 就是所謂系統小時 也就是說 是這樣 我們假設說這一點 譬如說這一點是在8月10號好了 隨便 我們講如果這一點這個是在8月10號中午12點到1點 這個一個小時 這個時段 一個小時裡面是用電最高 是在這裡 這是去年的 我們說這個是去年的資料 在這裡 那它這個所謂備用容量就是說 它整個電廠它可以發的這一個電 它的裝置容量 然後扣掉電廠自己用的電 然後它可能到這個地方 譬如說也許到這裡 它發的電是多多 OK 那麼 那麼就是說它整個裝置容量 譬如說它可以發電到這裡 到這麼高 那它扣掉電 這個自用的電以後 假設到這裡 好 那麼高出來的這一段 這個叫做備用容量 備用就是預備的 OK 所謂這裡面我們講 這個備用容量 就是預備的 或者備胎 備用的 OK 好 然後這個備用容量這一段 佔整個這一個 他們講所謂系統小時兼通負債 佔這個的比例 這個叫做備用容量率 好 那你看 這裡就是說 他講他過去的規劃都是要這一段多出來的 然後要佔這個系統 兼風負債 超過20% 好 那我們看 在2009年 那個備用容量率是多少 2009年的備用容量率 是高達28.1% 2010年是23.4% 那麼這個是去年 去年他們說 這個備用容量是20.6% 好 就算差不多20 好 那 那麼 各位看 因為這個是用電最高的 但是他可以發的電量 我們假設到這裡 這麼高對不對 那一年 他本來一年的話 他應該可以發的電 是 整個這一塊面積 OK 但是一年用的電是多少 這個負載是這樣子 也就是這個實現下面的這一塊面積 這個是一年所用的電 OK 或者如果我們以一般的這個產業來講 這個叫做它的產能利用率 因為剩下這一部分就表示說 它有很多電廠 是關在那邊沒有發電的 所以蓋好了 可是 當你沒有用那麼多電的時候 那些電廠就停在那裡 因為電不能夠 像我們一些這一個產品 你可以生產的放在倉庫 這個沒有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OK 好 那 這個是多少呢 根據台電的資料 去年 這個是去年的資料 他去年這裡 這個整個佔它的裝置容量是多少呢 59.9% 那麼也就是說上面這一塊 59.9% 上面這一塊 就是佔了41% 將近41% 那麼這個也就是說它的產能利用率 基本上是很低的 產能利用率不到六成 產能利用率不到六成 那各位想想看 如果你是一家民營的企業 你生產的東西 那你的產能利用率不到60% 譬如說以台積電來講 如果它一年平均的產能利用率不到六成 你想它會賺錢嗎 對不對 那一定會虧損的嘛 所以這裡這個問題就來了 也就是說它維持 它要規劃那麼高的產能利用率 不是那麼高的這個備用容量率 所以造成它的這個產能利用率是偏低的 60% 你看我們說20%的備用容量率 但是這樣它的產能利用率只有60% 不到喔 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它的這個備用容量率 可以把它降到10%的話 降到10% 那你就可以發現說 那如果是那樣 那它的產能利用率 大概應該就可以提高到八成 以這個來推估的話 就是說它平均那個閒置的那個容量 大概就只有兩成 那所以在這裡我們說因為它的這個備用容量率偏高 造成它過度浪費的這個投資 是這樣來的 那我說其實這個以台灣的情形 你只要有10%的備用容量率 那一定是綽綽有餘 那這個問題其實我們查了一下像日本 日本他們也有這個考量說 這個日本 他們一個日本電力系統協議會 他也有去估計從這個可靠度的這個準則 去估計日本的這個九大電力公司 備用容量率他們稱為必要量 他算出來應該大概8%到10% 那這個怎麼算呢 他們是這樣算的 他就是說那因為你為什麼要備用呢 就是說你怕有偶發的供電的能力 與負載需求發生變動 那這個是什麼呢 就是說那個發電機組突然跳機了 發生這個事故發生意外 突然跳機 那個東西不是計畫性的停機 因為台電常常會說我們需要這個稅修 需要大修 減修 可是那個是計畫性的 就是說你如果這一個電廠 通常每年你要維護 那你可能需要做稅修或者大修 那那個東西你應該要把它排在 安排在非兼風負載的時候 在這個你不應該用在這一個 用電量最高的這幾個月來排 所以他這個所謂這個發電機組跳機 就是說非計畫性停機 因為你這個備用容量力 是跟這個兼風負載來比 那你是怕說在這一段時間 你可能有一些啊 這個發電機組發生什麼事故 什麼意外要跳機 那另外一個他們考慮到說 枯水期因為你有水利發電 如果枯水期那他這個出水的這一個變動 可能會有一些影響 然後還有就是說短期負載不規則變化 這個他們所謂短期負載就是說 突然這個時候我用電的需求增加 也許就是說 企業他突然接到很多的這個集單 很多訂單 那馬上要去供應 所以突然這個用電需求增加 這個都是在這一段時間 OK 好 那他們估計這個大概需要多少的準備呢 他們日本估計這個 這個大概百分之七 需要準備百分之七 那另外還有一個呢 他們認為說維持負載的變動 持續負載的變動 這個是因為景氣循環的變動 那麼負載可能會增加 跟那個機器值啊 會產生偏差 也許這個就是說 譬如說你在推估電力需求的時候 那那個因為景氣變動嘛 你推估的時候 也許這一個不夠準確嘛 這個預測當然不會那麼準 那所以他講這個景氣循環的這個變動 那負載可能會增加 這一部分呢 他們估了大概是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三 所以合起來 需要的這一個備用容量率呢 他是認為在八到十百分之左右 這個是必要 那我個人過去也曾經講說 因為這個是預備的嘛 就是說萬一你突然發生一些事故 那我們說好 那這個到底需要準備多少的 這個備用容量率才夠 才合理 才不會讓我們這個供電啊 收費不足 因為你如果供電不足 當然就影響這個產業嘛 影響經濟發展嘛